唐吉赫德貼出公告 北部第二家忠孝新生店 16号开始将不再是他们主打的24小时 很多民众讨论是生意变差 还是太缺工 没人雇电吗 我们实际在平日下午直击 到处都有标榜他们24小时营业的字样 这礼拜都得调整 这间店跟日本分店一样 特色种类多 甚至也有商品的独立广告 连吃的选择也很多样 很日系 生意不差 那为什么缩短营业时间 在少女时间来到了 忠孝新生这一间堂的营业 可以观察到其实消费者并不算少 不过业者他们也有讲 因为最近店是开在商办里头 他们分析了最近店的来客族群 所以才调整营业时间 简单来讲就是新生商圈 后期半夜没人所以才调整 但业者还是看好台湾消费市场 除了百货店 也要把寿司品牌引进台湾 现在这门店也已经在 人类银行上找员工 我们实际来到台北南港的百货 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日系品牌 他们的寿司店已经在进行装修 据我们了解 它也不会是24小时的经营机 争不到人确实是餐饮服务业 现在头很大的问题 快吃上酒等咯 深夜时段的伊兰 明明生意很好 业者也在上个月宣布 台北两间店只剩下假日 提供24小时营业 我们观察不是生意不好 因为店外人潮持续来 反而是店内座位没有全开 因为人手不足 日系品牌 台湾消费者多半很买单 但确实工资涨成本变高 24小时营业难度变高 TVBS新闻正确林瑞台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